詞曲 李宗盛 那這本書我覺得最有特色的一點 就是除了資訊量真的很大以外 還有一點就是他把同一個時代裡面 東西了兩個帝國 同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看兩邊可比性 說這是一本套給大眾的書 我覺得與其說是給大眾 不如說是給 對於很想要有一些不一樣思維的想法 是一個很專業的領域 然後他在講的其實不是一個國家裡面 政治跟政治的情勢 而是一些跨越國家的東西 比方說經濟 比方說氣候 比方說疾病 文藝之類的 他怎麼樣 第一個題目是誰叫他出來給我負責 真的 陳建手給我出來 陳建手給我出來 真的 我真的覺得就是 陳建手我們跟你們有醜 我們跟你有醜嗎 是在那個嗎 是怎樣 沒有啦 我們先講就是 好 可是自己就我的理解 比方說我拿台灣來為例好了 台灣就是 如果我們只是看台灣 就是一個島上的歷史的話 你會突然間發覺 某一天好像早上起來之後 荷蘭人就來了 或是早上起來之後 西班牙人也跟著來了 哈囉你好 國際也來了 對 就是為什麼突然間 可是其實當你放在整個世界的大脈絡 底下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覺其實台灣 是整個西太平洋 就是我直接套一句我自己話 西太平洋的冠軍獎盃 所有在整個就是地理大發現 或者是這種大脈絡之下 你會發覺台灣的地理位置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有人想要去跟日本貿易 都得經過台灣 然後就是 北邊有日本 南邊有菲律賓 然後在東邊有太平洋 西邊有歐亞大陸 所以你會發覺在整個地緣位置裡面 就是當你用全球史的範圍來看 其實台灣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其說是全球史 不如說我覺得 至少我們看到的前兩部 前兩本書的話 其實比較像是 在歐亞大陸上 這個比較明確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的一些範圍當中 有兩個不一樣的文明 經過了古典時代的建立 然後古典時代的滅亡 然後中間還有很多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 當然在第二部 你說到全球史我覺得有點困難 因為是雙方的這個交流比較少 但是後來就是有兩邊 這樣慢慢就靠近 對 到第三第四可能就會慢慢就是 串在一起 第一大發現之後就會整個 那個變化就會更 就是兩位可以幫我作證 我剛剛也提出過一模一樣的事情 因為就是同一個 比方說在一二測 同一個時間裡面 就是他很難看得出彼此的因果關係 但是問題是我跟他們 就是我剛剛就有提到 隨著到最後越來越後面 東方發生的事情會更容易影響西方 而西方發生的事情也更容易影響東方 他們彼此的交流會越來越緊密 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同樣橫跨歐亞大陸東西兩邊的這大國家 是如果在同一個時代 因為某一些共同的原因 然後就是彼此互相影響這樣 所以基本上 像從前面兩步 大家不是分立到 慢慢開始有一些 到第三步 可能一開始因為有些 中西之間的交流很快的緊密 到第四、第五之後 那個變化越來越大 到現在 你要去美國 是兩天之內 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 真的嗎? 飛機嗎? 你要轉機什麼的話 一定是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我們的變化什麼也會越來越快 所以當我們 從現在假如反推回去過去的時候 這件事情怎麼形成 它本身也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歷史 與其說是全球史 不如是形成全球史的過程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對於想 我們的世界怎麼形成 我覺得其實 很需要去反推回去知道 這個過程當中 發生了什麼事